我一直告诉别人我只是个养归爱好者 而且是很纯的那种 这不有很多人就有疑问了 问我为什么不靠养归赚钱 在别人看来 我是个博主 有流量 有粉丝 经验也够 为啥没学其他人一样 靠养归制作呢 想过赚钱吗 当然想过 但是通过我多方面的考虑后 还是决定做个普通的养归人吧 因为有很多事情 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简单 事实上大家对养归赚钱这个事 有很多的误解 今天我就以一个老养归人的经历 来告诉大家一个现实 想靠养归赚钱 你得具备以下条件 如果你没有 还是老老实实的上班 带娃神侠之余养养归吧 点赞关注加转发 养归顺利很健康 我最近一直听到一种说法 说只要是投资养归 那就是胆着升值赚钱 只要他们产量高 就有大把大把的车票来 当然今天我不驳斥这种言论 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 确实赚到了钱 他们成功了 但是这些人的身材之道 往往无法复制 特别是像我一样 需要两点一线上班 上有老下有小 积聚不多 生活节奏快的城市玩家 在我看来 目前想靠养归赚钱的 无非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短期倒卖 靠市场价格涨幅 赚取差价盈利 另一种就是繁殖 靠产量变现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 你首先得有投资成本 大家都知道 靠价格上涨 赚取利润的归类都不便宜 比如弹归 动不动就是四位数一只幼苗 就算便宜点的 也要三四百 像那种几十块的归 你就别想了 能不跌就不错了 我们可以算底账 如果收一匹剃刀 一百只起批 那就是几万的成本 要是巨头啥的 那就是十几二十万的成本了 这还不算挂掉的 量大了必定有所靠 这么看来 你想靠养归赚钱 首先手头要有宽裕的流动资金 当然更重要的是 你想这么干 你的家人得同意 事实上 目前正在做这件事的人 大多是入市早的那批人 是享受到了 归家上涨红利的那批人 说到直白点 人家早就开始投资了 不是现在才想来封一杯羹 你现在花那么大的成本 来玩这场游戏 是不是有点太过自信了呢 当然 光有闲钱还不行 你得有调 我不止一次抱怨 苦逼的城市养归人的可怜境遇 我们这里是真的寸土寸金 可以这么说 自从养归以后 我才真正的向往起农村的大房子 哪怕是带个天井 带个露天赛台的 都好让人羡慕 你想投资养归 得把空间问题解决了 当然 你要是说我家里全部都塞满了归缸 就连浴缸里都养归 那就当我没说 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 不过人家就一单身汉 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只可惜 我们这种有家庭的养归人 不能只顾着自己 总得考虑一下家人的感受 于是乎 就有那么几个 怀揣着创业梦想的养归人 另提起劲了 他们像我一样生长在大城市 家里没地方了 去租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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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贵了 一张火车票离开了大城市 去偏远的郊区或是小县城 从此开启了 与家人分居两地的创业之旅 说真的 我是真心的祝福他们能成功 有钱有地 你还得有时间 我这里就有未来 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养归事业 而放弃稳定工作的归友 现在是把肠子都毁清了 为什么要离职呢 因为如果你既要上班 又要养归 是没有精力来照看好归的 当你有几百上千只归 在奥奥待补 每天换水喂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对失去的工作 是有多么的怀念 尤其是在你遇到收壳 归架波动 每天束手束脚 被绑定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 养归的乐趣 将会荡然无存 你每天面对的 都是机械化的操作流程 与爱归的互动 将成为理事 不过即便你有钱有地 有时间 也未必能如愿 靠养归赚到钱 因为你还得有 良好的心态和丰富的经验 归类毕竟是活体 如果你把它视为投资产品 本身就是不稳定的 不小心设备故障了 或者爆发产染病了 都会让你的投入 却得不归 而来自外部的 不稳定因素就更多了 市场变化 销售渠道 售后问题等 都考验着你的心态 要我说 一个适合靠养归 实现财富自由的人物 发想和我或者和我一样的 普通养归人相差太远了 那些靠养归赚到钱的人 跟我们不一样 也许啊 这就是阶级固化带来的差异 就像爱情神话中讲的那样 你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得有钱 有闲 爱人失踪 自由 金钱 空间做汤底 心态和养工做佐料 才能有条件 烹饪出养归致富的美味料理 而我们很多人啊 只有一锅白开水 我是小胖 我们下期再见了 下一期我会重点讲第二种靠繁殖赚钱的方式 同样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贫富原因啊 我们下期再交流吧 祝大家养归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